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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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Linda 今天來到 2019台北國際運動用品季戶外休閒展 今天呢 Linda是有任務在身 因為最近很想要入坑 夏天到了很想要登山 開始學一些爬山 健行的技巧 那因為呢 我自己騎車 我知道裝備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時候如果你騎到大山 突然下雨或是有點冷 沒有風雨衣的話 我們可能會有室溫的危險 那同樣的用這個概念放到登山上面 我相信 裝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今天 可以到戶外用品展 找一些適合我入坑登山的裝備 跟我看看有什麼東西吧 GO Maloya 原名是一個瑞士接近德國的村莊 由於四季分明 春夏適合登山騎車露營 秋冬適合滑雪旅遊 是許多戶外玩家喜歡的戶外聖地 而德國的創辦人 Peter 他本身是一個越野自行車手 他徹底迷上了這個地方 因此就以這個地名來為品牌做命名 而Maloya 也不僅僅是一個戶外品牌 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他其實代表了想要與朋友分享一切 對於大自然美好的瞬間 這個概念呢 從Maloya 的設計上面可以看出端倪 在Maloya 的印花上常常有大量的自然元素 例如花花草草或是蜜蜂等昆蟲 為通常較顯生硬的戶外運動機能服飾 增添一層銅趣 四川時間 Linda 這次試穿了 上半身是Maloya 的排汗衫 一樣他有印花是蜜蜂 非常的可愛 那這個材質非常快乾 所以在身上運動也不用擔心 汗水會鎖在身上不舒服 而褲子是有彈性纖維的 即使在戶外運動要大步的跨或是跳躍 都不用擔心會被布料的限制行動 而Linda 身上這件外套呢 是我今天試穿到最喜歡的一件 大家都知道在戶外運動尤其是登山 一件高機能性的防風抗水外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件呢它是三層軟殼的設計 又柔軟又有防風還有高度透氣 完完全全可以符合我們登山的需求 超可愛 大推 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袖口 以及 它有點溫暖 裡面還有內袋 兩個 左右兩個 超級舒服的啦 這件 Shuffle 自1804年創辦至今已經有超過200年的歷史 這是一個由非常喜愛戶外運動的德國家族所創立的品牌 他們擁有比其他品牌更多的製造以及開發經驗 致力於提供給戶外運動愛好者高品質多功能性的舒適產品 另外呢 Shuffle 也一直以來都致力於環境保護 他們非常堅持使用對人類以及環境影響最小的製程 Shuffle 關心的液體與眾多戶外運動愛好者關心的液體都相同 相信是一個非常能夠讓我們安心選用的補牌 琳達今天身上試穿的這件上衣就是Shuffle 的排和衫 它使用冰咖啡紗的科技 有涼感的功能還有抗衣味的功能 同時還可以抗紫外線 最特別的是肩膀和背後會有雷射切孔可以增加散熱 袖口跟下擺以貼合的方式來代替傳統針線收邊減少摩擦 穿著起來非常舒適 這件外套更是採用日本纖維大廠東立的特殊三層布來製作 三層結構極度透氣又柔軟又輕亮還可以抗磨 通風防水透氣的特性非常適合戶外運動以及登山做使用 只要在運動用品戶外休閒站的三期 直接來到馬洛亞的攤位 現場非常多的活動 只要可以拍照打卡上傳TAC馬洛亞的粉絲專頁 現場就可以獲得小獎品 而外還有加碼的活動 如果參加加碼的活動 還會在7月8號下午5點當天抽出 腰包、帽子、還有背包三個大獎喔 歡迎大家可以在展期來探位玩 好,謝謝大家